315打假刚过,假货不知道怎么样,假消息却和雨后春笋一样,层出不穷。 都说娱乐圈在全面降级,没想到狗仔的业务能力也降级得这么严重。 前几天刚看到假灵怀了范澄澄的孩子,客代表还没缓过来,今天就又来一个。 近日一则关于韩国男神、玄冰与孙艺珍离婚的消息火爆全网,无数网友感到震惊。 毕竟两人结婚一周年还没到,他们的儿子出生不到五个月,最离谱的是,很多人竟然开始猜测两人离婚的原因是什么。 据该篇报道,导致两人分开的原因不是因为感情不忠或者出轨,而是因为玄冰在外面赌博,欠了30亿韩元,被孙艺珍发现了。 甚至提到韩国的新闻已经开始报道,引起一片哗然。 玄冰与孙艺珍因拍摄《爱的迫降》相识相恋,两人郎才女貌,非常般配。 当两人结婚的消息传来,网上全是清一色的祝福,都羡慕他们拥有甜甜的恋爱。 之后,孙艺珍更是冒着高龄的风险,迅速生下子,现在才五个月。 对于两人突然爆出离婚的消息,理智的人都会摇头苦笑,表示这是假的不能再假的消息。 毕竟,他们两人被称为宇宙最般配的人,是所有人羡慕的爱情对象。 再说,玄冰是韩国顶流明星,每年收入达上亿韩元,完全是妥妥的有钱人,表示这一定是造谣污蔑重伤两人的。 不过客代表还是发现有网友表示,无风不起浪,非常支持孙艺珍的决定,毕竟欠账赌博是所有家庭不能容忍的事情,为了孩子。 孙艺珍及时抽身是正确的,这,虽然说玄冰蜜月之后一直在忙着拍戏,但是面对怀孕的孙艺珍,关心和参与可是一样不落,孙艺珍怀孕期间玄冰还在蒙古拍戏。 无暇顾及妻子,很多人猜测玄冰没有陪产,不过之后就被经纪公司狠狠打脸。 去年11月底孙艺珍生产前,远在蒙古拍摄电影的玄冰早就飞回韩国。 陪在在妻子孙艺珍身边,毕竟孙艺珍在生产的时候特别需要玄冰的陪伴,宠妻狂魔玄冰早早地推掉工作,寸步不离地陪着她,并将电影在拉脱维亚的拍摄延后到2023年1月后,这段期间以韩国国内拍摄为主,陪伴妻儿度过新年,超级有心。 而孙艺珍生下儿子后,也于去年平安夜公开自己成为妈妈后的新生,孙艺珍认为自己生完小孩后好像更长大了。 不仅特别感谢老公玄冰的陪伴,还公开儿子的小名为小豆子,而为了儿子,他会更坚强,往后会抱持感恩的新过生活,并向粉丝们的支持表达感谢,让你没法感觉孙艺过得不幸福。 这对韩国高颜值夫妻荡,去年底生格荡爸妈后一个芒果娃,一个负责抢赚奶粉钱,忙得不亦乐乎。 13日经纪公司再度曝光,玄冰代言拍摄花絮,只现他一改近期电影造型的颓废风,改穿上干净白T,还被发现就连眼神都变了。 去年赶进度,完成结婚,生子两件人生大事的玄冰,在老婆孙艺真专心带小孩之际,忙着扛起养家大计,除了电影拍摄以外,代言更是一只接一只,从时装,手表,香水到沙发全都可见到他帅气的身影。 13日经纪公司再曝光,他日前以萌美改代言人身份拍摄最新广告的花絮,只现他一改近期电影造型的颓废风,不仅刮掉,胡子变回小生模样,还穿上干净白T和一身黑西装,佩戴Deville Prestige Sedna腕表,以全新清爽风格回归。 跟去年当罢前的代言照相比,玄冰不仅难地换上白T,就连眼神也被发现变了,虽然还是微微皱住眉,但眼神更多了些温柔,这些小改变也让粉丝忍不住留言。 是孩子的父亲呢,干净白T的他好温柔,欧巴还是帅翻了,当了爸爸就是不一样,我决定结婚。 小心翼翼地踏入人生的第二幕,我和总是让我笑的他约定好了,以后的日子要一起走下去,在这即将到来的婚礼一周年,玄冰许下的誓言还历历在目,无庸置疑的,只要孙艺珍在身边,玄冰的嘴角就没有下来过,眼神更是从未离开过。 那个让他笑的他,在官宣结婚之前,玄冰和孙艺珍这对CP的堂分都太足了,同况除了赏心悦目不说,完全就是全堂高田,两人的定情之作爱得迫降让多少人上头。 也正是因为两人剧中合作太过默契自然,花絮中的蛛丝马迹让大家当时就磕上了一起绝尘CP,眼神和肢体动作无法骗人。 果然,爱从来都是藏不住的,去年结婚前,正好是孙艺珍拍摄完电视剧《39》的空荡期,在官宣喜讯的同时,孙艺珍对事业依旧珍惜,想成为更成熟帅气的演员,更帅气的人,但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,总有一天我能接近自己描绘的理想中的我的样子吧。 更足以证明,姐姐的每一个决定都是认真慎重的,从不是恋爱脑。 感情和事业对她同样重要,她明白完美的爱情很难,但依旧相信。 所以,即便渴望也从不愿将就,如今缘分来了,她也会勇敢地去抓住,认真去对待。 走好人生地每一个脚步,但其实,她已经站在了韩语女星的顶峰。 凭借一张青春无比的初恋言闯入大众视线的孙艺珍,拥有一双笑起来弯弯的月牙眼和让人治愈的柔美笑容。 被大家亲切地叫做《孙仙》,19岁的孙艺珍正式出道。 出道20年演绎过《脑海中的橡皮擦》等30多部作品获奖无数,并拿下韩国青龙奖。 大中奖,百想艺术大赏三大,最佳女主角,在32岁就实现了个人影后大满贯。 绝对的颜值与演技并存,从电影到电视剧,作为国民初恋和爱情剧女王,合作过赵银成。 李敏昊,丁海银,玄斌等等,直接收割了韩国男神的半壁江山。 但尽管如此,她依旧能做到林飞闻,年轻时候的孙艺珍一直都在拼事业。 孙艺珍几乎将整个青春献给了演戏,年少成名的孙艺珍并没有局限于单一的青春造型。 相反的,为了突破以往的形象,孙艺珍一直在努力转型。 想要给观众带来更全新的角色,同时,她也一直想用作品来打破大众对女人的偏见。 对女演员的偏见,在灾难片摩天楼的拍摄现场,孙艺珍和所有男演员们一起泡在冰冷的水里,拍摄中还有很多受伤的情况,她从未叫苦。 在动作片海盗的拍摄中,孙艺珍在炎热的夏天穿着厚厚的戏服拍摄打戏,也一直坚持从未想过放弃。 电影得慧翁主一度因为资金短缺终止拍摄。 主演孙艺珍自己投入制作费让电影得以继续拍摄,就是因为她很想将这部以女性视角拍摄的电影献给观众,并引起更多女性的共鸣。 影片中孙艺珍演技大爆发,看后让人心情久久无法平复。 她也凭借这部作品拿下了第53届韩国大中奖和白翔奖的影后,实至名归。 孙艺珍出道以来唯一一次绯闻给了丈夫玄斌,在此之前,她一直忍受孤独,坚持着宁缺无烂的原则,她始终在等命中注定的爱人出现,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。 她们的婚姻不是高攀,无关利益或孩子,不是为了将就,而是势均力敌和互相成就。 仅仅只因为爱情而结婚,让客代表难受的是,在她们结婚一周年的关头,离谱谣言频出牵扯太多,不过这次她们无需辟谣,因为没有人会相信。 这般纯粹的婚姻在娱乐圈并不多见,命运般的缘分更是少有,对于她俩我们不仅不会磕腻,还会会越磕越上头,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各自成长,顶峰相见。 在双向奔赴的爱情故事,在我们身边上演。